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川漆這個植物 那這是我的頂樓的花園 你看看現在再噴一下水,讓濕度增加 那基本上呢 川漆它是一個不要太熱 然後需要一點濕度的植物 然後它可以種在陽光不用很高的地方 因為它呢,它原本是一個附生植物 就是說它會攀附在其他植物身上 然後慢慢的長上去 然後它會纏著那個植物,然後一直長上去 那長上去之後,它就會把它繞住 然後才會接收到陽光 那所以說呢,它原本在底下的時候 它就可以適應說陽光沒有那麼多也可以生長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來看一下川漆 那植物總是還是要有陽光才能行光合作用 那所以說,可是呢 就是有些食物還有溫度上的問題 那所以說陽光太大,然後又太熱的話 它也長不好 然後現在是冬天 所以說呢,它長得比較好 你看葉子都會比較碩大 那這些碩大的葉子,你就可以把它摘下來 來炒麻油,還有那個薑 用麻油爆香,然後那個薑 然後再加川雞下去炒 那還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像秋葵一樣 它有一點黏性 所以說呢,它有一點固...應該不是有一點 還蠻固腸味的 我還蠻推薦吃這個東西的 然後這一個也是比較沒有毒性的蔬菜 那接下來是,你看喔 有一些是小葉 像我的話我會做一點處理 像這種小枝的話 我就會把它摘掉 這種小枝的話 因為這種小枝條啊 它會...以後還是會越長越細 所以說呢,如果它一旦長出來很小的話 你就把它前面摘掉 我看它... 呃... 一天啊,大概可以長個十公分沒問題 所以說,不用擔心它長不出來 只要你土壤肥沃,然後水分夠 然後...天氣不要太熱 基本上它都會長得非常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種子 我找一下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呢,通常... 呃... 在底下 像這種的 然後這顆太小 我找一下看有沒有別的 因為之前的都被我摘掉了 有了有了 這個就很大 然後...像這個啊,你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小心不要把其他的枝條也給摘了 它黏的還滿實的耶 好,算了 我們摘這一顆 好,這顆就很好的把它摘下來 好,這顆就很好的把它摘下來 好,這顆就很好的把它摘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如果你要... 種它的話啊 你就...先... 泡水 然後...泡水它會長一些那個... 根 那...這個根長出來之後呢 你大概不要泡太久 因為泡太久的話 它有可能會爛掉 要不然你就要換水 那...痾...你... 你... 如果不泡水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就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放著 然後...如果... 它OK的話 它就會自己... 那個...長那個...根出來 然後你看旁邊那一根 那一顆 這就是它發出來的秒 然後它有一點被生蠻在底下 那你也可以直接這樣放著 那台語就是說 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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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呢 我們就... 分享到這邊 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